射擊場內 技用士刑警戰成一排 舉起了空氣手槍 這時奧運射擊國手吳佳穎 氣勢登場 清新的模樣 搭配堅定表情 一舉槍 精準打在靶子上 詐騙集團猖獗 假投資 解除分期付款 交友詐騙等等詐騙手法 全都要打擊 基隆市警局看準 鄭姊妹吳佳穎 國內知名度高 而且運動形象清晰 要藉由她的損準槍法 宣導反詐騙 開心能夠跟基隆市警察局 合作這一次的反詐騙宣導 那也希望各位民眾 如果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詐騙或者是詐騙手法 請趕快撥打165 或者是110 避免上當 小小的手機裡面刷牙刷牙刷 打賺老的money 全給貨值花 除了邀請名人 警察局基層員警 加入宣導行列 警察局第二分局正妹女警 說唱結合時事 拍攝短影片 讓大家比較容易了解說 現在的時事議題 可能就比較像是柬埔寨的問題 或者是現在一直都有在倡導說不要把提款卡跟密碼給不明的人士 或者是點一些不知名的訊息這樣子 因為本身就是我在一線就是執行 所以受理的案件也是很多 近期金融市警察局 有受理到民眾 受理詐騙的案件 那也發現了在各類高發案件都有急劇上升的一個情形 尤其在財損的金額也有高達 將近一億多元的一個財損的案件 那我們結合了吳家瑩 他精湛的槍法 那也是清新的形象 那在國內也有非常高的一個知名度 也希望以他來現身說法 來教導各類的詐欺犯罪的一個防詐之道 來提升全民在試詐的部分 能夠做好自己防詐的意識 然後來保護我們自己的財產 金融警方以輕鬆又有趣的方式宣導反詐騙 就是要讓民眾提高警覺 不要再受騙上當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